他放在河边的柴房里,让他自生自灭,也省了我一笔医疗费。 咚咚,我来了,有我在,一切都会平安度过的。 爹在流中的身上,涂满了淤泥与水草,来回拖拉了一个晚上,终于让发高烧的流中降温。 天亮了,我们就此道别吧。 哇,好美的黎明破相。 谢谢你,小兄弟,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又过了六个月。 嗯,刚刚的国王企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喂! 你,你不是流中吗? 正是我。 我有见鬼了。 你不要过来啊。 桌上的钱是我还你的债,另外我要警告你,若是再把脑筋取吃无辜的小生命,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算账。 从此以后,黄德归再也不敢是真情易受,因为他总觉得,流中的鬼魂会随时冒出来。 一遍的城牧から流中就很难以下来啊。 那里来,我要注意的地方。 特别是鸡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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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喷喷的烤鸡肉 常立人垂涎三尺 赞不绝口 这位好吃鸡肉的胖先生 名叫李虚 他是浙江渠州的汁蟹 他的座右鸣是 人生要把握今朝 勿施良机 他喜欢到地方上走动 视察民情 倾听民意 把所见所闻 绘整成资料 作为施政参考 有一天 他带了一名随纵 到乡下去视察 直线大人到 老婆 不好啦 那位爱吃鸡的大人 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们这种穷乡僻壤 他也要来 怎么办 我们只有一只孵蛋的母鸡 还得靠他过火 这该如何是好啊 唉 走一步算一步吧 骑饼大人 您先歇会儿 喝口茶 草民这就去准备鸡的料理 没关系 慢慢来 大人 饶命啊 您就放过我吧 饶了我吧 哦 站住 不要跑 不要跑 来人啊 赶快叫他们不要杀鸡啦 大人有令 放下菜刀 不得杀鸡 哦 哦 哦 耶 我们赶救啦 赶救啦 后来 李虚又去寻查别的地方 嘿嘿 两位人类好朋友 你们好 来人啊 赶快把他拿一下 嘿 我乃武松 第五代曾孙 母亲 常常我家传 拿五棒的厉害 怎么回事 你还真不是普通的训 可恶 看我的双楼抢猪 就凭你 再回去练十年吧 总算替祖先报了一件之仇 我少说 要杀要寡 细听尊便 不愧是武松的后人 快人快 好 我就成全你 且慢 请你把他放了吧 我的肉多又结实 够你吃上两天了 不错 一确是上等的肉质 那我就不客气了 是谁 是谁 可恶 你在哪里 有种要果 你们给我记住 原来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谢谢 你这样奋不顾身的来救我 以后我再也不吃鸡肉了 糟糕 老五又回来了 虎兄啊 您就心情好吧 饶了我们吧 大人 不好意思啊 是我武迅了 哦 传说中在银幕飘渺 人烟寒致的深山里 住着一位对天文地理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无不知晓的仙人 许多人 常常不惜跋涉千里 远道而来 为的 就是求仙人 指点明经 哇 果然是一处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到底仙人住在哪里呢 已经找了一个多月了 我想我是无缘见到仙人一面了 这是 莫非 莫非 这前方就是仙人居住的所在 耶 黄天步步 土星人 终于让我找到了 怎么回事啊 啊 虾米 哪儿呢 老兄 你在爽什么 请拿号码牌 我已经排了两个多月了 下一位 请问这位大德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尽管说 我这颗水晶球啊 它可是有问必答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据玩世间大小事 疑难杂症 都难不倒它 大师 我是媒体记者 最近因为竞争太激烈 抢新闻 抢不过狗仔队 报道内容 又没有人家 星山火辣 我也不想跟他们一样 划重取宠 低俗恶烂 但这样下去 我恐怕很快就要被开除了 所以 想问问 未来这个世界 有什么大事会发生 让我有独家新闻 可以报道 难得这么一位 有良知 有理想的年轻人 我一定要帮帮他 太上老君 积极如律令 八方鬼神 因此到其 以我命令 少穷密落 下至王权 天地实力 乾坤剑法 去 这个环球搞什么 紧要关头又秀怒了 哎呀 叫我这张老脸往哪摆呀 得想想办法 这个问题牵连甚广 老朽必须好好思考一下 请您先歇会儿 我进去片刻 马上回来 师父 弟子向您请安来了 请问师父 未来的世界 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这个臭小子 平时都不来找我 你来呢 就问我这个 赏脑筋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严重 用为师的 慎重的考虑考虑 再回答你 不行 被问倒了 快混不下去 看样子 只有寄出我的独门法宝 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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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现身吧 主人 你在找我吗 我进 请问 这个世界 以后会发生什么大事 主人 这个问题 有点复杂 嗯 这个问题 容不 少来这一套 大家都用过了 老师的看着我 回答问题 嗯 好吧 既然这样 就听我 唯唯到来 未来 会有南亚的大海啸 此生无法估计 各地接连不断的大地震 无数人流离失所 非洲的大地震 梁子短缺 成为人类的恶梦 最后 年年大小的动乱与战争 终于引发世界大战 嗯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逢凶化吉的呢 请主人 捎带剑客 我马上 替你解答 多谢魔镜的指点 天下成生 就靠你了 徒儿 你想要的答案 都在这卷轴里 多谢师父相助 徒儿就此告辞 将来 会有南亚大海啸 非洲大饥荒 各地的大地震 还有世界大战 这可都是 第一手的新闻哦 啊 这这这 不报应吧 大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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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知道的一切答案 都在这卷轴里 哦 原来就能行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明朝的时候 在江苏省的昆山县 娘 是我 鱼儿 哦 进来吧 娘 鱼儿跟你请安了 娘 小心 鱼儿扶您起身 好 好 娘 试试试鲍鱼儿 为您热的莲子汤吧 好 好 你们真孝顺 还有 娘 您一定会喜欢的 哇 嗯 哎哟 那是什么网罚啊 哦 不是了 下个月是您六十大寿 亲友们 特地专程送了这么多寿礼 为您暖寿呢 里面有最新科技的 泰富人果菜榨汁机 三段变速健身摇摆机 多功能养身按摩椅 还有哦 娘您一定会喜欢的 寒深海鱼游 与皮特瓦的布布面膜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无功不受禄啊 不但如此 孩儿还要在寿宴中 杀猪宰羊 席开摆桌 与亲友们 好好为您庆贺一番呢 哎呀 这千万使不得啊 儿啊 你的孝心 娘明白 但若只是为了我的生日 而大开杀戒 让他们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们大食肉迷 九族泛败之邪 他们却正在痛苦的深渊 我岂不成了 罪不可赦的凶手 我佛慈悲啊 我佛慈悲啊 娘 孩儿真是鬼迷心窍 大错特错了 在您寿宴上 孩儿更应该积德行善 为娘诚心祈福 才能真正让您平安健康 福寿双全呢 嗯 你明白这个道理 娘比什么都高兴啊 崇祯丁永年的冬天 就是徐太夫人六十岁的寿孝 这天一大早 亲友们就纷纷赶来 祝贺送礼 可是徐太夫人 依然照常礼佛诵经 并且设斋共僧 而亲友们所赠送的众多寿礼 徐太夫人全部用来刻印法华经 答谢亲友祝贺 宴席间一律备用素菜 并将所刻印的经书 赠送每人一部 试得法宝的人 莫不新鲜赞叹 娘 大伙来向你请安了 好好 进来吧 娘 你好 娘 您的身子骨还是挺硬朗的 托大家的福 今天呢 可是您九十岁的大寿哦 你不会又收了什么礼物了吧 没有 没有了 孩儿只是准备了素菜宴席 为娘祝寿 好 很好 后来太夫人欢喜安乐地活到一百岁 无疾而终 后代子孙 谨守训事 身体力行 人丁兴旺 金玉满堂 从前有一位专门为人看向的术士 名叫袁柳庄 对于判断吉凶祸福十分灵验 有一天 一位朝廷某官 膝带一幼子来求项命 大人 请进 主人正在等您呢 这边请 先生啊 怎么样 我儿命格如何 这 此子命运多舛 恐怕 恐怕 有夭折之鱼啊 你说什么 不会吧 我们真命苦啊 这也是命由天地 暗点不由人啊 你们两人为什么愁眉不展呢 袁柳庄为我而向命 结果竟是夭折的命格啊 原来如此 世间只要广做阴德 并可挽回定数 但是做阴德的机缘不亦求德 不如从放生去做 一定会得神明庇佑的 哈哈哈哈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谢道长提醒 我们一定会戒杀放生 多积阴德的 父子回到家后 立即发愿放生 立行福气 经过数年之后 道长好久不见 上次多谢道长教会 我们父子立行放生之后 我儿一切平安顺遂 哈哈哈哈 局势此种善业仍不够广泛 如要改造命运 须更努力才行啊 多谢道长 我们一定会更努力行善的 父子听后 更尽力救生放生 凡有益生灵的种种善举 无不捐款推广 因此救护了无数的生命 后来 旗子也平安无恙地长大了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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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 来这儿为儿子看相的官人 他儿子不但没有夭折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尽有此事 是的 听说这官人经一位道士指点 立行放生和行善 竟然改造命运了 真有此事啊 因为能施予物名 获得生机者 上天必然赐予受益 而且能实时以慈悲心 推起物类 自己也做到戒杀放生 又推广他人 也戒杀放生 则一切事 便能吉祥如意 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说的 吉神幼之 无路随之 嗯 我们也要多行善放生 改造我们的命运了 从此以后 袁柳庄为人看相 也都会劝人为善 以改造命运 浙江前堂 有一户图杏人家 夫妻俩育有一子 名叫图琴屋 琴屋生得可爱 夫妇俩疼爱有加 这一天 小宝贝刚满粥碎 徒府开心地举行抓粥仪式 看来我儿 将来定能成为状元啊 老爷 小少爷他 太好了 太好了 夫妇知道儿子是个奇才 所以严定许多名师 想要大力栽培沃尔 沃尔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日日情毒不倦 邻居小孩约他玩耍 也不为所动 秦牧出来玩球啊 哎呀 那个书呆子才不会跟我们玩呢 其实他又何尝不想玩呢 只是他的心中有更远大的志向 来日只要能求得功名 不但能光宗耀祖 更能为天下苍生做事 请勿来试我的新滑板车 正点耶 哎哟 别管他了 耶 好拉风了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黄天不顾苦心人 乌尔静静太好 高重新科重点 耶 猎娘 我考中了 我考中了 宠仙保佑啊 儿子啊 乌尔 少爷 乌尔 乌尔啊 屠夫更是广罗名医来治儿子的病 但是乌尔一点起色也没有 有一天 来了一位号称华佗在世的医生 放心 令公子的病 我一定前到病除 要到病除 要到病除 等等 别说了 除了 诶 我曾经医治一位 瘫痪十多年的植物人 经过我的诊断与抓药 过出半年 他现在不仅醒了过来 还可以到处活蹦乱跳的 我的医术有多高 有此不见一斑呢 骑屏老爷 这个人我见过 他根本就是个郎中 想来这里骗吃骗喝 来人啊 给我赶出去 哎呦别打了 救命啊 就这样 乌儿的病要时往下 每况愈下 爹 娘 孩儿不像 恐怕不能消禁 你们两位老人家了 苦读多年的学识 也成枉然 我发誓 此次若能脱险 定当更加历人激务 忏悔业障 以天下葬身为己证 爹 娘 这不得 这是哪儿啊 难道我已 请问婆婆 你要带这羊儿去哪儿啊 我要带他去卖给肉饭 啊 这 好可怜哦 婆婆 可不可以把羊儿让给我 如果把他送去那儿 只会网送一条生命 好可怜的小羊 孤儿 欢迎大事 请受弟子一拜 你上辈子曾当过储中的武官 储世公正严苛 火伤人后 虽无私心 也应血茧绝路 有偿杀生 应得短命的报应 幸好你在病中 能发坚固誓愿 以利人祭物为怀 民中应律规定 只有放生 可以延寿 且可增福禄 你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乌尔将在梦中的奇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父母 于是和家戒杀 并且常常放生 这年冬天 便获得朝廷任命为 元州九江太守 受到特殊恩育 此年冬天 病体也痊愈了